現場直播,不好意思各位,技術困難,我要用光臥機扭開 通常做Live都會有多些技術困難 不好意思各位,遲多一點 稍時開了技術困難,大家看到女王今晚要請假 因為24校的鬼妹,她媽媽70大仇 老人家的事,實得要高興 今晚她飛去台中,就慶祝 我已經叫她盡收,看看有沒有什麼台灣禮物買來的 福利布 未開播之前,各位觀眾都留意到,我已經說了今晚有道歉啟事 多謝我們的觀眾Tracy提醒了我 我上次講大了,不是喝醉了,不是喝大醉,是講錯了 做關於公屋輪候警察,以及入息資產審查,付予政策之下 初出錯,也是有不愕餵的事情 因為即使付予政策正在為 içinde改 那天改了兩個東西 以前,所謂單軌制 就是入息或者資產的異畫率,你要將由 hade weniger 나눈 兩個才滿 jumping,然後你便は quantity 現在正在改變,就是雙軌制,任何一個中標,入息超標,或是資產超標都會替它離開 而兩個計算方式是將倍數升了,入息升五倍,資產升了100倍 我搞錯了一件事,誠心道歉,大家真的不要誤會不道歉,我搞錯了一件事 其實那個倍數是100倍,是用入息的100倍來計算資產,不是資產的100倍來計算資產 所以沒有幾千萬,但也不太貪心,那又不只是你一個,有份做節目的都未察覺到那時候我們所說的 那是很難的,因為我正在說那一段時間,所以我察覺不到,除了他做功課看著他還說我錯,很難搞這件事 所以我搞錯了,但結論我也提醒大家,這不是死機撐帆蓋,錯還錯,結論是沒錯 結論是甚麼加科呢?其實影響都是很小的,為什麼呢?因為我侯女做功課和讀者分享,就不是說一定我適合那種 第一件事,其實在改建議中香港的入息,三人家庭為標準,我記得用三人家庭為標準 就是三倍,升到五倍,入息 即是入息那部分,如果要超標的話,你父戶的定義是甚麼加科呢? 你三人家庭要月入過10萬,明白嗎?是10萬以上月入 其實全香港有多少家庭月入10萬以上呢?以中位數來計算,家庭戶數裏面其實是少於百分之一的 是零點幾的 現在那個家庭入息中位數呢?其實沒有甚麼升的 沒有的,只有兩萬多而已 沒有的,沒有甚麼升的 但因為其他有些通脹因素的諸如此類,它是改了的 這個肯定是,它由差不多萬到萬,去到兩萬 所以它的入息審查那一刻已經是兩萬二千多 是為了基準的,這樣也是合理的 即是說香港人辛苦了,不是那麼容易賺到錢 於是他將入息上限提高,這樣比較容易鄰公屋 正常的 問題是你要他離開那一刻就很難搞了 你要將入息升到五倍 即是香港有多少家庭月入十萬以上呢? 其實算出來是零點幾的percent 也就是說,上次我都說的,沒有說錯 你用這種方式來計算,負戶那一刻 要求的錢出,也是等於不用 即是我不相信公屋會那麼集中 就是那百十萬月入以上會接大多數 沒有可能的 如果你說整個香港人口的標準 都是平均分配的話 公屋裏面是過得這個標準 你有機會可以請他離開 我想也不會超過百分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你對公屋裏面的考察有什麼幫助呢? 上次的樣子已經說了,你排隊是排不到的 第二件事,有人就出鼓劃說 這個政府出鼓劃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將他排了兩條線 即是那個單軌制變成雙軌制 你隨便中一樣,中甚麼呢? 就是資產審查那一刻 資產審查就由三民家庭的四十二萬元 即是輪候的上限才算 要一百倍以上 然後他就請你離開 一百倍就不是那個資產 是入息來計算 入息兩萬多,你乘一百 二百幾萬 二百二十幾萬 二百二十幾萬 其實聽起來有多危險 為什麼呢? 你試試買一層樓已經死了 可能買兩個車位都死了 但是如果以公平來計算 你已經買得起樓 就沒有理由住公屋 即使你劏房也沒有說話好說 所以其實有一件事要搞平衡 就是你想想那些人 排隊那些怎麼辦? 可能是在板間房 或者是家庭租租 而那些人絕大部分 都沒有十萬元一個月 家庭收入 肯定沒有 肯定會有層樓 有樓我不用買公屋 所以不用輪 所以很明顯是 社會心理矛盾會很大 所以小朋友 因為有一句很偶爾的說話 你也不要說小黃雞 就是 只有公屋 只有天下 對呀 因為公屋標準的尺寸 比你現在的豪宅劏房 當房豪宅很過癮 因為你公屋 關鍵已經不再只是租金 或者是輔助 或是扶貧 那麼簡單 他是進入之後 生活質素 是兩個世界 這個就是 不知道麥利浩 當年有沒有這麼遠見 想到 其實他當年不是這麼想的 他應該不是這麼想的 因為當時的社會 的確窮人是多 所以當時的十年 建立計劃 他的公屋也好 其實當時的標準 都已經不是很寬裕那一種 不是的 但是當時的私人市場 那些屋子很漂亮 你怎麼搞 所以說 你私人市場的房子 是漂亮的 地方是寬敞的 於是大家就屈袖住公屋 甚至說 要買到屈袖買居屋 有一個所謂社會梯階 向上爬 現在發覺完爬一下 就跳水的 你住完居屋之後 發覺原來出來 你用豪宅的價錢 買些豆腐渣 基本上那小小 有人搞玩就出那個比較 小過監倉 不僅小那麼簡單 他公屋的空間 通風的空間 因為他沒有密度低一點 那種通風 加起來 因為他是屬於選舉的票倉 他所得到的社區資源 區議會的資源 政黨的資源 是多過私樓很多的 因為他集中 說得難聽一點 是一個農場 所以新建的公屋 不可以 90年代建後 80年代 到90年代建的公屋 居住的質素 已經比很多私樓 好很多 就不是我們以前 私事30時代 兩三戶用同一個廁所 大家拿一條私樓 公共廁所 公共廁所 不是這樣 我那時候也見過 但不是已經沒有這件事了 所以 做了加勒之後 有人就發表了 住公屋和私樓 到底有什麼分別 發覺住公屋那些 生活質素很好 是很好的 什麼是辣椒 什麼什麼 樓價怎樣升 都對他們沒有影響 沒有的 上一次最恐怖的 就是去年 推出新一期 因為凍結了 居屋很久 變成被人抽籤 你有六表八表 住公屋那些 有一條龍去抽 發覺六表那裡 是沒有什麼人去的 也就是說他住在公屋 好好的 便宜租 你又不會趕他走 甚至趕不到他走 外面是一個 水深火熱的世界 那他怎麼會跳出去呢 居屋都不好 我陪別人去看房屋 即是看一些居屋 居屋的居住環境 老是比公屋更差 香港人最懂計算 我真的懂計算 你有什麼理由跳到火坑那裡 有天堂不住落地獄 居住環境比較好 管理質素也好 所有東西都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住公屋 還要貼出來 所以另一樣東西是很奇怪 陰謀論如何都好 但另一種民怨 雖然你排兩條隊 收入要過十萬就要請他離開 這是困難 第二件事 如果有私樓或其他資產 兩個賺錢 兩個賺錢可以隨時通過 大家這下一個賺錢可以隨時通過 問題是以住屋來說 說得難聽一點的陰謀論是甚麼 他只會對付到港產 因為你查得到有物業的人 是香港才能查到的 而香港政府並非無遠乎屆 沒甚麼強力部門 查不到羅湖橋以北的地方 他亦不敢查 我真的試過 如果內地有樓 而香港沒有的話 是沒有人查到的 有個內地的富二代 二十多歲 女生來問我 怎樣申請公屋 我說窮人才會申請 我是很鄙視這種品格 這種是貪 但我知道現在越來越多這類人來香港得到的 我不是說全部 但是越來越多 而你是找不到這群人出來的 因為他們的資產是在大陸 隱形的 是在大陸你查不到的 隱形的 你的房署有甚麼能力 不是一個強力部門可以伸到大陸那邊 嚴格來說就沒有說不行 但他們總是不會做的 他定到請走貨戶的水平那麼高 其實最好就不要做那麼多 多事不如少一事 因為你請走一個戶 引起的反彈會很厲害 包括政黨各方面都會動來 尤其是政黨 可不可以關掉冷氣 因為有雜音 不好意思 冷氣有雜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直接關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現在有點干擾 沒聲音 所以 廣島公屋現在年輕一代 除了輪候多 還有很多論公屋的方式 包括提早結婚 然後其中一個就不上班 直至輪到公屋之後 才一起上班 因為法國這樣 即使犧牲兩三年的收入 他拿了一宗都是值得的 因為便宜過你 儲守期很多 儲守期不用自己想了 沒錯 儲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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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上一次 另一個地產界的朋友已經踢爆了 其實上網是電視問賣 如果大家沒有留意 為什麼香港現在甚至令所謂豪宅先選 都劏得這麼小 很過癮的 原因就是所謂辣椒 就真是 拋藥決定腦袋的東西 所謂辣椒就是按揭比重 諸如此類 你用400萬做分水嶺 即是限制你不能借這麼多錢去買樓 用400萬來分 即是按揭成稅超過七成 400萬以下就豁免了 所以就說得證 買樓買便宜 四百萬都是便宜樓撞鬼 所以發展商基本上全是起樓四百萬以下的單價 反過來計算 或者赤價多少 一般都是一萬多 過萬而已 不是豪宅 四百萬而已 你可以有幾多呎 算數算了 四百萬還是建築面積 不好意思 還有可能有一樣 早幾年很多都是起大單位 因為它不是賣給本地 是拿過來炒的 而且多數的資金是來自大陸 現在也是 老實說 問題是本地人都逼買蚊型豪宅 因為它一定要借到盡才能買得到 這個主要是資本的問題 資金的問題 資本的問題 就真的不是純粹實際居住需要的問題 當初那個房屋政策班有隻白癡 所以經常說 雙人治港沒有運行 因為雙人的邏輯來想事情 新自由學派那些 它是想不到這件事 其實很簡單的邏輯就是 房地產 正常的自由市場來計算 永遠都是一個資本密集的遊戲 即是你有錢才可以玩 還有很多錢 你是多錢我贏少錢的那個 大魚吃小魚 就是這麼簡單的 沒有任何技巧可言 只要你有充足的水頭 你就可以反房地產 就贏了 在這種情況下 你那些中產會發生什麼事 想到 你會向下沉 所以當年麥利豪 死鬼佬怎麼會不知道 早上100年已經知道了 即是資本主義有什麼壞處 他最早經歷了英國 是呀 最早的 未早來的嘛 英國工業家 英國佬要管理經濟的時候 他是聰明很多 他明知道地產市場 就是一個 吃人不吃骨 資本密集 大魚吃小魚的市場 所以他 要確保你的弱勢社群 尤其是香港 不是太多地方住的地方 確保那些弱勢社群有得住 他不干預 就這麼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的 邏輯 小學雞水平的名 那為什麼有些人說 要講人治港 英國佬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 丟掉了 租務管制 房地產有問題 要保障 業主 於是 凍結了居屋 整個所謂的 事業態全部都能踩斷了 不賣地 凍結居屋 當年賣交易市 你說十萬八千七次 隨便來 但是樣子的印象很深刻 當年其實就是 自業的好時機 絕對是 那時候提議 庭建居屋 凍結買地 那班經濟顧問 有很多都是擁有很多物業 然後趁低入貨 這班是可恥 他是以政府經濟顧問的身份 然後說一些對自己個人 財務有利的政策 還利用這些他們對政府知道一些政策的走向 來做一些 投機炒賣房地產那麼沒良心的事 這些絕對是香港之恥 問題就是現在 滿朝文武都是這樣 所以早前就是 承襲香港官 紀念孫中山 誕辰 多少周年 孫中山有說一句 平均地權 抑制資本 他在革命的時候 還有一個建國的理念 就是他很清楚 歐洲當年 那個資本過份集中 地權過份集中 包括中國歷史上 地權過份集中 會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現在 沒有人這樣說 只是說孫中山 主張中國統一 所以我們要 這個革命先行者 他不是叫國庫 革命先行者學習 革命先行者 現在的年輕人其實都學了 第一他們很討厭地產霸權 講得明白 學了孫中山 第二 開始暴力了 隔不革命 我不知道 肯定說 肯定說獨立 還是以香港 為主體 所以 其實根本是 憲法動全身 你解決到 土地矛盾的話 基本上 社會已經很和諧 你不解決別人 惡化的話 你做什麼都沒用 其實根源是土地 香港根源是土地政策 很多都是 不是土地缺的問題 蕭公說過 不是土地缺的問題 是土地政策的問題 加上你的資本 流入過多 還有你的人口政策 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才搞成香港 其實政治問題 很多都是由這些衍生的 是民怨 除非這些人完全麻木了 現在近乎要拒絕繁殖 反正沒有地方撥東西 有都不肯刪 你沒有鬥就怎麼撥彈 難道你見那些雞通街會撥彈 就是路中心 不簡單 所以今天 在路中心也有人幫忙 沒有人在路中心撥彈 不好意思 在路中心撥彈的那個不是香港學生 好示範 是李公在何文田中心撥彈 今天 地動山搖很強 立法會裡面才在吵領媒的事情 你竟然在九七之後 帶頭把 房屋處底下的 民生的必須撤施 當年那個 盧若蘭 盧若蘭 那個阿婆 正義阿婆 只是單止暫時不要串 當時 很奇怪 港豬當成是 仇家 他說阻礙人發達 沒錯 阻礙人發達 因為領會上線 我可以買股票 結果是因為領會股票還在升 你越無量 越無量就越升得更厲害 你發一些 不義之財 阿仰華債 你會發財 不義之財 合法的不義之財 香港很多港豬覺得合法 還可以做 不是 不義之財很多是合法的 尤其是炒賣房地產的 所以德國一早已經說了他的國策 就是房地產不是用來炒賣的 因為德國見過棺材 知道會流眼淚 當年馬克思在那裏寫資本論 當年受啟發就走到英國寫資本論 所以德國和英國非常明白 這個土地矛盾 恩格斯都是英國人 很清楚 人家前居行駕駛一早領教 知道什麼一回事 居然100年後 那些港豬 專門是政府的那班傢伙 帶頭 來鼓勵人家炒賣房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香港現在這樣 所以你說 港獨是藝議題 民怨是藝議題 可能是真 不過這些 最根源的問題 其實真的是 土地政策 其實很簡單 一趕狗入窮學 他自然是爭吵你的 很純粹 狗也是這樣說的 現在他真的是 沒有啊 他只可以拒絕繁殖 你自己比較香港和其他地方 先進社會的公民質素 香港一點都不先進 香港公民質素很高 相反其他國家在這種情況下 已經暴動了 放了炸彈 香港那班人很容易治理 那班人 為什麼要搞到周圍 狗反地帶 根本就是你上層建築出問題 最大那群既得利益者 貪婪 食人肉吸人血 剝人皮去得太盡 還要不要吵骨 危行一向都很老實 陶傑訪問他說中國歷史 要教中史 中國歷史是什麼 一言而閉之 吃人 吃人 這麼簡單 狂人日紀 西漢末年 往往前期 鐵富者田墨千萬 貧者無納追跡 現在就是這樣 一個這麼富裕的香港社會要住太空倉 美其名約太空倉 豪宅式農屋 以前的農屋是用鐵農做的 現在農屋是用塑膠做的 以前的農屋多數是阿伯住的 現在是山仔住的 所以要先進太空倉 預先讓大家熟習這個老年是怎麼過的日子 所以一講房地產土地問題的話 矛盾極大的 亦都掀發動全身 香港最慘的是什麼家科 一早已經積重難返 好像吃鴉片也吃得太深 你除了金融就是地產 你動了它現在頭痛了 但經脈震斷 太多人買了樓 太多人買了樓 還有那個買樓 剛剛也出了統計 香港的家庭負債比例比10年次升了一倍 那你的按揭 按道理而已 水漲船高 你不要以為 真的很過癮 人是很理性的 你說很笨就行 很聰明就行 當你的資產升值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那些人會減債 錯的 因為人有一個 劣根性 對債這個風險 是有惰性的 當你 越覺得安全的時候 你越會放膽去舉債 怎樣有一個錯的安全感 錯覺呢 我曾樓很值錢 說這樣是PK 曾樓之所謂值錢是炒出來的 這些見得多了 其實每三五年就來一局 地產狂潮 升得差不多的時候 人們覺得很安心 覺得曾樓值錢 借多些借多些 買第二層樓 然後第二層樓 再按多些 買第三層樓 所以雪球效應就是這樣 為何家庭負債 比例會升了一倍呢 要升得少 房地產價格也不會升了一倍 這就是 主要是房地產價格 令家庭負債高了 其實是一種泡沫經濟 大家小心 97年到03年 我看到最多死得最慘的 就是因為層樓 和負債 當時叫做負家產 結果很多這些都會陷加 問題是人類永遠不會學到任何東西 當他在獲取暴利 不勞而獲的時候 當然不會想這些 借上借是很正常的 人性就是這樣 你不怪他 問題是哪一個 鼓勵 甚至是維持維護 如果不是最上層的人做政策 會是誰呢 應該是不簡單的 我很記得雷曼爆煲之前 香港亦都吃著水升到三萬一千點 有一個人說 他經歷的香港是20年來經濟最好 當時是2007年的曾任權特首 2008年發生什麼事大家也知道了 一浪蓋過來的時候 所以香港管治質素 由最高層的那個特首到現在 由董建華到曾任權到現在 你看到的 有一個很吊詭的問題 或是很矛盾的情況 出現了什麼家科 公民質素高 那為什麼領導質素會低 公民質素真的很高嗎 相對論來的 相對來說算是不錯 但是如果是以一個管治智慧 政治管治上的智慧 真的很低 很特殊的情況 很極端的 起碼以營商環境來看 我商界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的朋友來香港都賺了絕口 以做生意來計 以營商來計 效率 專業水平 服務密集程度 經驗壓力精神 國內的人都不斷賺香港 聘請夥記的時候 香港人是特別信得過 他們來到香港都說 很舒服 很安全 我只是說一句 如果普通百姓來香港住一段時間 看看你會怎樣 我見很多外國朋友來香港 初期不錯 但住久了 他們真的面對 高地價高租金的生活 所有人都面對相同的問題 他們真的知道 生活不容易 回祖家 所以很多來香港 很多公司的 外派 如果沒有提供員工宿舍 他們都要逼迫走 很快就離開了 你的租金怎麼辦 難度極 雖然是有很吊詭的情況 公民質素相對高 但是我們管治質素極低 很吊詭的情況 管治質素又跟公民質素有關 即是有如何的 選民就有如何的 是的 我曾經說過 現在政府造官的那些 那些質素好不行 那些薪金又超高 而我得到的回應多數是怎樣 你沒有那麼高薪 哪有人財員 進入政府做事 結果我們看到 給全世界最高的政府官員工 得到的管治質素是甚麼呢 燒烤的價錢 豆腐渣的享受 真的燒烤的價錢 豆腐渣都不斷 所以香港人可悲 這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捱發 所以一十幾千從浪 一講這個土地矛盾 講慶屋 香港真是最嚴峻的 其他事情我不知道要何時解決 但如果土地問題解決不了的話 又提醒大家 我口頭閃了 那個Logo 香港要尋找永續經營 千萬不要誤會了 我以為香港要永續基本法 永續經營是兩回事 永續經營是社會能否健康地 繼續 運作下去 不是什麼永續基本法 甚至不是永續自治的問題 我甚至不講是否自治 你的社會 有一個很基本的需求 衣食住行 起碼生養死葬 你不要搞了死無葬身之地 杜利夫流海 生無窩居之所 死無葬身之地 是現實的 好瘋 好像子華說 你不瘋就等於不正常 香港 那麼嚴峻的社會矛盾 居然以為天下太平 人們需要在這種情況下 要歌功頌德 要愛國 要愛港 傻了你 麻煩你 難得香港不爆炸 已經要公民水平高了 未必說 未必的 你試試有什麼外圍 尤其是北方的 什麼意欲 金融風暴等等 社會動盪等等 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又不知道 這值得深思 但又是那句 公民水平高 可能亂不到去哪個 問題是會不會 自己組織到一個社會出來 這反而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正如我們所說的 我們的政治水平比較低 萬一有什麼意欲 沒有了阿爺投靠的時候 香港那些港豬 真的會搞自治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算我給民主 我給你自由 你是不是會用 有人示範了 梁妙忠 我給你做主席 你怎樣撐個會 走啦 你是民主派嘛 怎麼撐個會 真的是閃的 閃啦 閃啦 口講 口講沒有意思 示範了 示範了 所以就算 即使給民主你 給足你 接下來會怎樣 香港的公民都要自己 反省自問一下 到底自己的水平 是否到了某個級別 令到別人不尊重你 令到別人不給你面子 令到別人 不容許你 不可以 你自治一下 大家真的 好好認真思考一下 香港已經去到一個十字樓下 很多字樓下 我不知道再走下去 怎麼搞 不過 說起樓下 你又不能不說錢 說錢 要提了我 要說這個 說錢 因為是 信眾要求 信眾要求 已經 可不可以說人民幣 既然蕭公在這裡 不如不要說人民幣 我們說了一男子 人民幣 美元 日元 大家一起說 英國脫歐公投 身邊的人就說 英國跌多少 英國跌多少 然後 特朗普當選 又說 美元會升 美元會跌 然後 原來對日元最近 升了那麼多 日元又跌了那麼多 去旅行 便宜了多少 每個人在這裡 拿著人民幣 糟糕了 存了那麼多人民幣 怎麼算 港元對美元 我現在說不出 港元對美元 那人民幣 又有貶 怎麼辦 怎麼算 所以就好像坐在一架船上 周圍 即是驚徒 說完樓 說貨幣 先說美元 入手 起初 特朗普 當選那一刻 美國股市又跌 美元又跌 等等 全他當選都已經跌了 這兩個星期 厲害了 菲利菲是火箭的 對英鎊狂升 對歐元 更不用說 歐元五度七雙 對日元也是狂升 人民幣現在跌到香港 每個人都聽到人民幣都怕 要不然就扔貨 其實 平情言論 第一 不關特朗普的事 因為其實美元強勢 在歐巴馬第二任任期之內 已經是出現了 強勢的原因 就是這個哥哥 改寫歷史 他真是救回美國的經濟 你不想想2007、2008年 破產了什麼樣子 他接手爛攤子 他接手爛攤子 但是救得回 就業 收入 含不冷升 失業率又降 然後 開展了一個 史無前例的 重新工業化 即是再工業化計劃 大家真的錯過了 而且也有嘗試 改善醫療保障 沒錯 醫療保障是後續的 有錢才對 為何可以做到 再工業化 甚至將製造業回流美國 就是兩件事 第一 他真是敢死 開發業癌氣 也就是說天然氣 潔淨能源 他在本土開發 美國忽然之間 有一個能源進口國 變成一個能源自給自足的國家 減少對外石油 甚至有得出口 減少對外石油的依賴 減少依賴一來 第二 他的生產成本 直線下降 帶動了第二件事 就是世界的石油價格戰 有人說他們陰謀論要堆壞俄羅斯 要堆壞中東 沒錯 那些石油生產國 如果不報入 莫名自己增產 誰都堆壞了 美國就不是在想這 美國在想自己 他的能源自給自足 減少對外依賴的衝擊 於是 他就造成了 同步既解決能源問題 又造成 低進口能源的後果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有製造業成本下降 美國就全盡了 你以為其他國家有好處 又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 相對價格差 美國本土做得到的東西 就未必定要進口 除非進口的好處 到他不進口就不行 即是好過死便宜 好過死靚 事實一樣 他買靚車買歐洲車 就不算好過死靚 美國車最吃油最大價 出了名最沒有效率 問題是最沒有效率 現在他不擔心 油便宜 放車又有電動車 他帶領世界潮流 電動車 第一名 所以在他的能源革命之後 相同的時間 產生了一個工業革命 而這個工業革命 令本土就業升 所以美元的強勢 過去五年一直在持續 因為他有一個基礎 真的有基礎 所以 Donald Trump 基本上冷靜中二戰堆 其實已經在吵 美國有加息壓力 說了很久了 吵了很久了 加少少了 加少少已經打爛了 其實就算 Donald Trump 不上場 聲勢持續的話 早晚都會回復正常的 利率情況 在這樣的處境下 全世界是四月朝天 為什麼呢 金融海嘯之後 大家拼命印鈴子 他以為美國的印鈴子解決問題 其實美國也不是只有印鈴子那麼簡單 他背後還有很多操作 於是其他國家沒有背後操作的配合 就只可以跟印鈴子 那就大件事 中國也好 歐洲也好 日本也好 其實全部拼命印鈴子 美國 一升加息的時候 拼命印多了的鈴子 會發生什麼事 貶值 爆煲 所以 歐洲是不是脫歐才算 歐洲已經弱了 2011年那個金融風暴 小風暴 歐元 就是那時候希臘在吵脫歐 歐洲會散 歐元就不用支援 歐洲國家的經濟 你見不到他有 是很不平衡的 因為他只是集中在德國 變成其他國家 本土分兩層的資金流動 歐洲本土資金不離開歐洲 就湧到德國 德國本身都是負利率的 是最安全的 是很安全的 問題是解決不了負利率帶來的問題 要統一做貨幣 貨幣不會因為負利率 而盲一聲升 他升不到 意大利那群傢伙 西班牙那群傢伙 湧到歐洲那些錢 都是用歐元的 要怎樣升 怎樣跌 即是在這段跌跌 沒有影響 平衡了 歐元 不能升 也不能跌 但相對美元跌了 本土不動才算 搞得德國負利率 博明有人指 大家 解決不了問題 然後美國 美元升 歐洲就陷入潛水 差不多是十算 港幣 最好 同樣道理 日本也是這樣 安倍的新經濟政策 他也是打算學美國 以前說的 泵水救經濟 日本的情況 他已經是經濟自從90年代 霸佛 迷失年代 迷失二十幾年 他是長期通縮 很難回頭的 安倍經濟 其實最簡單 安倍經濟沒有什麼理論 就是 加大負貸的負貸 大幅貶值 其實他 不是完全沒有理論 但理論 很脫離言 很離地 日本最大的問題 就是人口老化 也就是說那些傢伙見到錢就收起來不敢用 你給多少錢 泵在市場裏面 是不會轉化成消費 甚至不會轉化成生產力 因為日本的人口除了老化老人多之外 他是長命 他們就更加要留多些錢給自己養命 所以這些東西動不了 所以刺激不了經濟 另一件頭痛的是什麼家科 就是日本本土 就在80年代 經濟最旺的時候 就將大量的工序外移 所以整個亞洲包括了泰國也好 越南也好 很大程度中國 接收了很多日本的所謂 工業生產的環節 中國接收了很多 很多 因為當時越南那些 都還未接收這些工序 接著就輪到他們 所以整個日本的 說得難聽的叫做空洞化 就是將他的生產力向外移 到了經濟好的時候 其他周邊國家 幫你做生產 發達 所以看到整個東盟 經濟相當之好 為什麼 受惠於 受惠於經濟復甦 而由日本的企業敗頭 所以分析的經濟 就不能夠 拘禮於 我們一百年前學的那一套 以國家為標準 很錯的 所以國民經濟 國民經濟 撞你的鬼 其實全能跨國 全球化這件事 是很難搞的 搞得很混亂 其實一個國家的經濟 輻射面 以及網絡 已經全球化 任何一個都是 所以地球的另一邊 打個蝦癡 就會變成打爛陣 而且在全球化的同時 每個國家的個別地區 其實也是反全球化 國則全球化影響中國的利益 所以想縮小一個範圍 像這次美國的特朗普 中部、南部 他說要職位回流美國 爆炸已經回流 不過 那個量和側面的性質不同了 雖然說貨幣 但是很基礎的 為什麼會不同了呢 你會發現其實在統計上 就業是變得更好 但是分配不平均 即是高科技、先進技術 IT、Silicon Stanley 華爾街那群 大城市那群人都被淘汰了 問題就是 你想想像阿仰說的 中西部投資 當了侵的票 哪裏來的 就是那些 沒什麼技術含量的落後地區 就是城鄉矛盾 年紀又偏大 教育水平偏低 全球化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走 我永遠 躲在小鎮 我由出生到死亡都是在這裏 其實上次 剛才說的所謂本土石 葉岩氣開發的時候 有很多本地的美國人反而是反對的 你最好不要在後院轉油井 走不掉的 開個洞轉油井 天然氣 影響到我的 牛羊 我的生口 我自己的井 井換的 煤氣味 這些東西都走不掉 所以全球經濟除了整合之外 其實分離傾向都很強 我們看西班牙東北部的加泰龍瓦獨立 他就是因為 整個西班牙都不行 他的經濟力量相對強 我沒有理由要補 我和你國仇家恨那麼多年 還要我這個經濟好的地方補貼西班牙 調氣不順 所以他的首輔巴塞龍瓦和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黃馬巴塞一開球打就快了 全世界的暴動因為那種仇恨 意大利也是 北部庫南部窮 長期都是解決不了 已經有些北部的人 我脫走南方的窮親戚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二十多年前 我二十多時間大開眼的 去歐洲就不會去美國讀書 二十多年差不多三十年前 去歐洲讀書的時候 還沒有統一 還沒有簽馬城條約 那時候已經聽到很多好地方獨立的傾向 還沒有簽馬城條約 他比美國更加厲害 包括了 北意大利聯盟 Northy Terning League 那一段 你想都想不到 原來意大利 是這樣分南北的 你問過那些人才知道 北方富貴南方窮 同樣道理 由他1870年意大利 近代統一之後 問題已經一直存在 沒有解決 就算你 法國隔壁那家給你 也是 法語區 韓語區 整天吵架 分析完後 翻討貨幣 貨幣 貨幣沒有辦法 在傳統化的情況下 用個別國家的國民經濟 是他計算的 很要命的一件事 其實你的國民經濟 很多都在別人那裏產生 你的市場 又在別人那裏 反過來照鏡 別人的市場又在這裏 別人的生產又在這裏 大家對流的 純經濟理論學家說 這個世界很美麗 沒有國界 諸如此 很正 問題就是 頭痛 你的成本怎麼分 福利怎麼分 諸如此 你分不均 因為政治 依然是用僵界來分 經濟又不分 那你怎麼搞 即是說你的企業 基本上是強於你的國家 爆腦了 所以 為甚麼會有 全世界同時同步反彈 都是日積越累出來的 而日積越累的東西就是 互相每個不同的國家 都是其實最弱勢的 是被剝削的 同樣是照鏡的 所以有一樣東西 馬克思的分析就沒有錯了 結論可能有錯了 分析是沒有錯 全世界 的無產階級 麻煩你 其實大家都是兄弟 大家都是同意你 糟糕 是一個資本家不受限制的自由世界 糟糕永遠都是這個無產階級 現在已經應驗了 讓你看看 所以風險是甚麼加貨 你會發現現在的貨幣流動 像甚麼時候 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是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模樣 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模樣 就是說 有一段很短的時期 在19世紀末 全世界 不停取消了貿易壁壘 取消了關稅 我們那時候叫做 Mercantilism 所謂商務主義 全肩炮利 你哪個國家有保守主義 我就開炮艇來逢你 然後全世界 自由化 一家親 所有商人做生意 就無軟糊戒 全世界都可以做生意 又沒有什麼資本限制 各個國家又鼓勵你經商 那時候全世界都無產階級 不是起來達明 所以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無樣 好像是二家了 很可怕 有一本 最近這兩年 法國人出的 《21世紀資本論》 這本呢 看了啦 那個法文的作者怎麼讀 Picca Picca 這個真是 很挖時代的一本 震撼世界 他真是計數的 他不同額色 他真是計數 我看他 很多經濟理論的公式 我真的看不明白 財數學錢 對不起 但他裏面 他有一個 比較的數據 就真是計1913年的時候 他就拿那個來看 當時歐洲由工業革命到 那時候 1913年就是財富最集中 資管最霸道的時候 沒錯 計數的 現在是接近 但未到那時候那麼厲害 不過呢 現在因為那個全球化 大家的網絡訊息那麼快 那個集中速度其實是一路加快 所以危險性其實 流動性更強 危險性更強 當時沒有電子貨幣 也有 即是說你把錢由這個國家會議 是按鈕而已 一百年 剛剛打電報 一百年 所以你看回 現在三年以前 所以變了有少許相似 但有一件事不相似 當年都依然是用這個 所謂 一三年之前 未曾有所謂國聯 民主建構 除此 當然 還有很多 帝國在這裏 滿清都剛剛倒閉 真可憐 歐洲還有很多帝國 歐洲基本上是帝國來的 所以變成 三大帝國 歐空帝國 俄羅斯帝國 加上英國帝國 法蘭西算的部分 無所謂 所以變成其實 其實今天那個帝國的政治秩序 是很保守的 你看 有點像香港 很保守 像強國 絕對是強國 貴族和習權君主主主主 說是所謂 君主立憲 每個人都是香港君主立憲 根本是君主主主主主主 當時如果沒有記錯 英國的女人好像沒有權投票 暫時未必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而且還要是三十歲的女人才有權投票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過案的情況 那個經濟 是完全全球化自由化 財乏非常集中的政治經濟權力 而上層架構 僵化保守 不要說反動 但肯定就是 亦都是很集權的君主制度 這樣的情況下 你上下兩個階層流通不了 就會爆炸 現在就算不是帝國 即使是表面共和 他的那個架構 和統治意識 都像是帝國 所以變成有一樣的 好運過1913年和一家科 現在不是帝國時期 所以你會發覺每個地方的起義民眾 用了另一種方式起義 投票 所以很過癮的 你看美國投票 選了當留侵出來 英國投票選了脫歐 現在輪到法國 都即將會出事 一定是右翼 會贏的 右翼已經衝擊了幾次 奧地利上次我親身領教過 都嚇到鼻孔都沒有 差點以為有恐怖分子 在放炸彈 奧地利已經說了要重選 因為上次國會大選 差2%的票不夠 左翼贏了 右翼當然是上訴 我覺得正常 重點 有些問題的票 於是就是重選 很明顯 奧地利的重選 很快都會向右傾 走不走 整個歐洲基本上已經全部向右轉 法國的律環 但是唯一一件事 未知 到底 德國總理 這位阿嬸 他仍然有選第四次 這個真是 不知道他會不會扭轉乾坤 或者這個所謂 右翼細翼 受到壓制 這個不敢說 但是德國 地方選舉 已經有逆贏了 如果沒有記錯 大家要留意一下 現在的死人情況 就好像 1913年歐洲大戰之前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模樣 而那次的 國際衝突導致的後果 是全世界的政治洗牌 全世界的政治洗牌 我不知道這次會不會有死人想樓 第一次洗不暈的 第二次世界的政治徹底 洗得徹底 然後就有戰後幾十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繁榮 問題就是當年 日積月累而產生的政治爆炸力 其實就跟現在一模一樣 雖然說貨幣和經濟 走不掉政治 就衍生出來 貨幣工具 貨幣的殺傷率比以前大了很多 大了很多 我們看看97年那一段 雖然不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貨幣攻擊 但是我們看見一些 就是你剛剛所說的一個 不像說企業的力量大過國家 一個國際資本的炒家 他的力量都足以 復國 不是富可敵國 是足以復國 可以滅你國 不止一個 索羅斯只不過其中一個 骨牌效應 所以這次的形勢 都會很險峻 人民幣肯定在貶 變成現在 出途 那個速度加速了 他自己也知道 而這件事也顯示了另一個 就是強國 外匯處是在插水 他自己也害怕 他會不會落石放狗呢 他好像是要放些水出來撐回 他不放水撐市又不行 因為上一次所謂宏觀調控之後他都重傷 他都不知道哪裏找增長點 你找什麼增長點 什麼補七補八 補命算數 他找不到增長點 你說光棍節 購物全世界最強 互聯網 商貿 全世界第一 唐水滾唐雨 你的貨幣都在下跌 你製造什麼增值的出來 你炒賣不是增值來的 你網上炒賣不是增值來的 不要提醒大家 另外就是你房地產也好 你那個金融泡沫也好 衍生工具也好 都多得不得了 去年已經在笑他了 准升不准跌嘛 用斷機就是用了自己 派強力部門進駐鑑疫所 強力部門進駐鑑疫所 不准賣 賣股票就是不愛國 這些是有 中國特色的股票市場 是不是這樣 保證可以升可以賣 不會跌不會賣 每個人都很愛國 可以這樣 金融很明顯 船已經剷上沙灘了 他可以怎樣改革呢 很難改革 你不要說人家不聰明 中國人好過死 於是拼命的錢走 香港成為一個 排紅口之一 所以大家又是 面對嚴峻問題 所有資產都升值 不是我想的 亦不是香港人想的 人民幣湧來香港 人民幣升又湧來香港買樓 因為樓價相對來說便宜 人民幣跌又湧來香港又買樓 哇 成棟那些 甲級寫字樓 港豬你顧盼自豪說自己很威脅 我只能說是首當其衝 不是我們受害追深 你看澳洲已經排華了 英國澳洲加拿大 還有什麼呢 就是不讓中國人來炒樓 說明了 加拿大一樣 限購力 這是非常可恥和可憎 因為你炒樓炒地 是破壞 一般人的生計 以及破壞人家的國家 但是他沒有東西會做 破壞人家的道德 這個民族愚蠢 什麼都不懂 只懂得炒地炒樓 我都懂得抄的 不是抄 所以馬雲反過豪言壯語 就是說 你的名牌 為什麼要檢討一下 你自己會不會太貴 那你名牌我可以不買 但我不可以不住 名牌可以不買 為什麼會是假的 但我名牌都未至於是生命必需品 你土地是用來種食物 你是生存空間 用來做經濟活動 用來做居住 全部都是一個人類的最基本生存空間 名牌不是一個生存必需品 所以你搞名牌都還是不好 但還是另一回事 你炒地炒房屋 所以你說 為什麼中國人去哪裡都黑人爭 這些真的不應該做 老闆不懂做別的樣子 最沒有創意 不要說這裏了 說起港珠 我記得去年 人民幣取得特別提款權 我們在以前友台節目的決戰中環說過 你分析過 我們說過有些港珠的所謂金融加銀行 經常把港幣和人民掛鉤 不如脫鉤 我們那時候已經說了 蕭公分析很長時間 我不愚蠢 有什麼理由跟一個健康的經濟體的貨幣 跟一個風雨飄渺表面強大的貨幣來掛鉤 不去跟一個世界最大最強壯的經濟體的貨幣掛鉤 傻的就是短視還是拆鞋 總之人民幣升為強 美元弱我們就馬上脫了美元和人民幣掛鉤 長遠來說要這樣做 如果那時候掛鉤 現在你怎樣 你有沒有可以跳船 沒有的 不要跳船孤之然 所以那些人是死蠢而已 老實說 你永遠跟美元掛鉤 都是有獲什麼的 當然是 當年為何97前 為何97前 香港的房子炒到發瘋 想清楚發生什麼事 就是因為你的匯率不能夠調節 唯一可以調節的 就是利率 走不掉 所有資產就跟著 上下下下 美國是貨幣若然 減息 但是你是經濟強 應該要加息 但一加息就出現兩個貨幣兌換值 背持 你做不到這件事 於是美國減息 你又要趕著減息 問題是你經濟 在黃金的陰功 再減息 你再減息 火上加油 所以兩次的地產泡沫 和金融崩潰 都是為了這件事而產生 因為你鎖死了自己的經濟調節 當你想脫鉤的時候 應脫鉤的時候 你不去脫鉤 只是看到掛鉤的好處 譬如說很穩定啊 諸如此 資產會升 是呀資產會升 升得差不多 你會怎樣 曾蔭權說過的 身邊都有人向他 提出過和美元 檢討 檢討而已 檢討而已 被人吵了 他說我一聽到我就兜巴聲 又是他自己親口說的 打死不脫鉤嘛 問題是打死不脫鉤 只不過是 擁有資產的階級安全 因為你的身家是用美元計算 美元 只要不死你就沒事了 你不需要面對任何資產 貶值或升值的風險 港元脫鉤其實對 低下層是好的 很多人沒有留意這件事 因為你可以通過貨幣兌換率的調節 令到你民生沒那麼辛苦 你明白嗎 問題是 現在你弄成這樣就死了 你脫鉤還是不脫好 現在脫了風險很大 以前如果沒有記錯 前輩說的一個很死絕屈的說話 這個叫做過氣驗聲 脫又死不脫又死 過了那個時間 麻煩你怎麼搞 所以變成最好的情況下 經濟好向上 社會相對穩定 沒有人瘋狂炒賣的時候 你那一刻是脫鉤的話 你減了那個資產升值的風險 現在做不到你已經太遲了 那怎麼辦呢 現在另外一件事更加 真的多個政治考慮因素 北京打死都不會讓你港元脫鉤 因為你是舊船艇 還有這個政治風險哪個背得起 背不起來 你只想一下人民幣怕貶值 那群大帝排紅的出水口 就驚香港 驚香港 你就全部天地太平 為什麼呢 人民幣換了港幣 港幣第一 就是全世界自由兌換 第二 保值是等於美元 等於美元 還有香港 因為財政儲備封口 包括 政府的庫房 以及外匯基金 所以 他的聯繫匯率的守得 是很強的 絕對令你一種有信心的貨幣 問題是他尋船 他不怕你尋船 就抱在你的船上 北京是不會讓你脫鉤的 甚至不會讓你港元 不需要一切脫鉤 就不會貶 然後還在升 所以就加速流出 就抱著香港的舊船艇 再跳去其他國家 其實外國有很多 所謂中資 湧入的途徑 差不多大碗都經香港 所以就說 我國女朋友已經笑 香港憑什麼維生的呢 笑話就是 香港就差不多是等於 河上面的大灰雄 坐在那 讓沙文魚飛進你的口 現在就是這樣 兩邊都是沙文魚到處飛 國內的錢湧出來 你就舔他一塊 他就去外面賣其他東西 已經舔了 反過來 你們這些傢伙 還是怕死的 錢回國內 出口轉賣銷 炒A股也好 維持自己生意 國內就不夠錢 泵水 他那個很慘 只是高利泰 要成二十多利息 不要忘記 在這種情況下 他只要安全了 他的錢就回家賺錢 他永遠有安全距 在進空空退了手 放在香港 你明白嗎 為什麼這麼多公司 終於香港上市 你明白嗎 進空空空退了手 你國際集資後 香港做 國內 你賣股票 又不愛國 會打死你 你借銀行錢 你沒有關係 又不行 然後銀行借錢 給你隨時 刪水喉 完全沒有規矩 最好說 香港根據國際規矩 就不會隨便刪水喉 你怎麼借錢都可以 所以我經常聽說 香港是一個救生艇 你說大陸斷水斷糧 香港死了 你夠膽就來斷水斷糧 根本來可悲的地方就是 你港元又沒有訂購 你沒得脫鉤 所以你港元 很多港主就說 香港只講經濟 不講政治 講起港元 你傻 港元和美元掛鉤 根本就是因為 政治需要而掛鉤 當然就是因為 中英談判的 信心危機 令你不掛鉤 當時突然跌到10 其實當年掛鉤 很不愛的說法就是 要確保港元 不會變人民幣 這個就是底線 確保港元 不會變人民幣 沒有那麼多 當時跌到大約10元 對1美元 後來立即定到7.8 突然間 立即下宅放鉤 挽救經濟信心 香港抵制是厚的 可以這樣做 純粹因為政治問題 所以現在不能脫鉤 都是政治因素 廣誌記住 你們手上拿著的錢 港元 都是因為政治原因 而與美元掛鉤 不要只說經濟 不說政治 是香港的成功之道 你被人騙 還是自己騙自己呢 到現在仍然相信 他自己騙自己 他又可以騙人 無所謂 所以 現在說了貨幣 其實都是說貨幣戰爭 其實都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問題就是 大家千萬不要不看政治 如果你不看政治 你不知道貨幣在哪個軌道 OK 所以現在暗湧出來了 全世界都在插水 一定插水 美國一定會上升 就不關當勞侵事 他自己想怎麼認得一回事 為什麼美股會上升呢 很多人沒有留意為什麼 反高潮英國也會上升 他的業績是好的 上一次所謂跌 就是擔心 不知當勞特朗普會做什麼 問題是 大家發覺這個人 被歌月來搶 發覺原來從頭到頭都說謊 Post truth 這個世界 真實世界 所有都是假的 他隨時轉態的 忽然之下又不告克林頓 又不告希拉里 電郵門又說不理 撞他的鬼 那時候總統選舉 天天說要抓他坐牢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事 然後說 這個 那個 那個賈加福醫改 他說不拆 留下的就留下 轉態轉得很死 選舉的時候需要的東西 美國有一個文化 選舉的時候喜歡的叫我什麼說什麼都可以 選完之後 知跳拼命開 選完之後 另一套 選民也都受的 我不知道選民受不受 所以華爾街的大鱷 春光水女鴨才知道 撞你的鬼 我轉個謊話精上 然後有好處 好處 為什麼加科 他說謊話就不會抓我 我說謊話那麼厲害 華爾街這樣 全部都大謊精 這傢伙大謊精 我正啊 環境一定很好 所以跟著他會放水 說了 蓋墨西哥長城 現在不是要蓋墨長城 蓋維蘭 掛鐵絲網船 很快聖誕節日到 可能掛聖誕樹 也不會通電的 聖誕燈要通電的 不然不會 這傢伙大謊精露爆 問題華爾街也不介意 你越廢越好越大謊越好 因為他才是大惡 你不是 所以反告者 砰了向上 慘了 但小心一下子 暗湧的加科 是虛火 原因就是 謊話精是最令人害怕的 不知道他跟著哪下 是禮真還是禮假 那你就慘了 到時忽然之間 他又轉態 又說不起基建 又不起牆 又不起 刺激經濟政策的時候 美國豬 都一樣 含了 就是沒有改變的 浪內料不知道什麼時候是真狼還是假狼 TPP就肯定不玩了 說來TPP不玩 美國有利還是不利 大家明白嗎 我覺得是不利 以經濟政策來看 是不著數的 阿琛琛說 我要保障美國就業 所以我就不玩TPP 令到你不可以免稅輸入 反過來 怎麼可以免稅輸出 現在美國再工業化的時候 你的美國貨要向外賣 所以我會猜一件事 而TPP的領袖也會猜到 你會發覺那群傢伙 要玩TPP 為什麼 美國很快就會主動申請回家 美國製造 這是出口的 難道你要別人取消關稅 你不用 不會吧 這是一個很過癮的事 你想想 蘋果已經漏了口風 以及紅海漏了口風 iPhone 會搬到美國生產 一算出來的數 每部iPhone會貴了一點 不太多 因為已經不需要再用中國密集勞動人力 這件事真的很過癮 全自動化的機械人 組裝iPhone 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人海戰術優勢不再存在 美國再次公熱化的時候 它輸出產品 你是不是需要免稅或免關稅的環境 輸出產品 想想 其實根本就是全自動化的佈局 你回不了頭 心敲 某部份 其實這件事不一定對美國不理 因為TPP 你跨下海 上任第一天我就取消TPP 跟著經濟學家就會惹你 想清楚 你的身家可能會不行 美國工人就業更加不行 可能是一種手段 TPP 你要跟其他人說關稅 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我說要不玩 你們這些人害怕的時候 不是呀 現在他們不怕 不怕 因為我們自己玩 要跟中國玩 亞太地區的經濟融合 他自己已經說要互相互補不足 可能是大家鬥鬆輕 等美國鬆輕 隨時反正這個謊言會轉態 那就真的很好玩 大家記住心臟病 弱一點的千萬不要下場玩 但真的 不要以為香港人只是說經濟 因為不懂得說政治 那些人是玩不到經濟的 還沒人玩而已 還以為是真的 今天時間就是這樣 女王真的要跟媽媽敗壽 下星期回來的時候 他就會like OK 再見